正正式式 真的可以去武師 去學武師 大概六、七歲 慢慢學武師 在學武師當中 對獅頭很有興趣 經常在修修寶寶 用舊懶的獅頭來製造 慢慢去到大約11歲 就做了人生第一隻 自己覺得很漂亮的獅頭 我覺得自己很漂亮的獅頭 其實我們喜歡獅頭的感覺 可以說像獅頭一樣 喜歡到連睡覺都想見到獅頭 那我最瘋的 就是把家裡的那張床拆起來 拆了那張床 目的在做甚麼呢 就希望放多點獅子 在房間裡 直陽工業 應該是沒有需求 沒有人要的東西 才是直陽的 我們責作其實是很有需求 尤其是獅頭都很有需求 因為在有華人的地方 就會有獅頭 有武師 加上現在 特區政府把我們的行業 列入非物質文化為產 變成了一個機會 我們這幾年之間買的獅頭 每一年都說數以百計 所以我絕對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很好的時代 我成功知道 就必然是從一而中 真的沒有改變過 就是從三歲到現在四十多歲 我的人生都只是擇作一件事 我除了擇作 我可以很肯定 很盈力地去說這件事 其他就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是沒有擇作 就沒有去家洪 所以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